跟機場這名防疫租賃車的司機 他的PCR是呈現了陰性反應 但只能說疫調的狀況非常複雜 由於秘魯的祖孫兩出境前 他們居住地點是在臺中 居家各立地點又是在屏東 那麼租賃車司機是去桃園 載他們兩個人 而自己家裡是住在新北市 也因此現在多達四個縣市 要聯手跨區來進行疫調 守在國門協助防疫 桃園機場由計程車 租賃車和巴士組成防疫車隊 感染Delta變種病途的秘魯祖孫 就是達成防疫租賃車 回到阿嬤的屏東兩家 屏東的個案並沒有使用防疫計程車 它是使用中長途的租刃車 那這個是由機場公司負責來招募安排 那不過在疫調的時候 我們會協助 我們會協助臺屏東縣政府 個案是附集在臺中 那因為他台中的家沒有一人一室 所以當時他就回到娘家 屏東是他的娘家 就直接到娘家的屏東去居隔 那所以他所有的疫調是一居屋 所以我們跟台中是有聯繫 坐領車司機從桃園開到屏東 但他家住新北 確診乘客的戶籍卻在台中 因此跨區域疫調多達四個縣市 祖生在桃園機場 那由桃園機場的人幫忙叫了計程車 那這計程車並不是從台中過去的 這些個案都並沒有來台中的一個相關的足跡 但是這些個案是不是還有接觸到其他人 那其他人有沒有到的台中 那這個就要繼續再往外匡列 繼續再疫調 我們確定這個計程車司機是屬於新北市的市民 那我們也會請新北市積極地去對這個司機做這些篩檢 新北市府已安排足領車司機裁戒 雖然是PCR陰性 北中南四個縣市仍在積極聯繫 合力防堵Delta病毒疫情蔓延 記者綜合報導 新北市遺傳 新北市北市 新北市 efecto 之 新北市 休活